在焦东半岛有一个神秘的地儿 经历了1400年的沧桑人不为大众所知 它就是战国名城吉墨古城 战国时期吉墨之所以会成为名城 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这儿不仅一直在东方富饶之地还人才辈出 吉墨大夫还因为辉煌的业绩 使吉墨在奇微王时期招张天下 后来田上也是仰仗的吉墨 一座古城巧用火牛阵打破燕军 使吉墨的致命度又上升了一个level 时光飞逝战国时代结束秦国统一 吉墨的身份也从名城变成情郡县之中的县城 这是物是人非呀 汉初刘邦的孙子刘雄驱风到吉墨做焦东王 从此以后有六七位流姓子孙 都在吉墨过着美酒加咖啡的焦东boss生活 吉墨也成了汉朝时期的王城或者国都 从名城到王城吉墨有太多故事引人瑕疵